Audio Jungle Audio Jungle 西元1857年一艘黄金之船RBQUO 运送价值超过5000末美元的黄金 却被飓风袭击而沉入海底 2月下旬 美国加州长滩会议中心将展出该船上的黄金 并进行拍卖 据说这次展出的3100美金币 因为具有历史价值和稀有性 号称有的可喊价到100末美元 运送价值超过5000末美金的LDQUO 黄金只船RBQUO 在西元1857年被飓风袭击 因而沉入海底 是一图 综合外媒报道 1857年正值加州滔金时期 当时一艘至少才有3100美金币 577条金条鱼 超过36公斤金沙的奥特口 黄金只船RBQUO 在该年9月 要将当的黄金送往巴拿马 却在旅途中遇到飓风 因此审船 共有425人临难 直到1988年 由科学家鲍博MIDDOT 但他却因不分红给投资人被告上法庭 下个月展出的黄金金为从该船大佬起的第二批宝藏 报道指出 2月2、2日至24日展出的宝藏 共有3100枚金币 予以莫莓银币 于四五个金钉 加州黄金营销集团 合伙人 德怀特MIDDOT 曼利德埃德姆雷指出 还包括1855年澳洲的国家金币 以及法国拿破仑时代的 20法郎金币 英国维多利亚女王时代金币 以及墨西哥和鸿鱼 秘鲁黄金 由于汤米尼德 汤普森被法官判赔偿其他投资人 因此所捞起的黄金同时 也将在展览中拍卖 但曼利指出 所有黄金均有其历史背景 与稀有幸 价格都相当惊人 光一个小金币就可卖到100